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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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朋友Amiiko 又帮我們帶來一段 9月份到孔山的影片 那這個是孔山冷水 被稱為長壽石水 孔山是一個天然湧泉湧出的地方 這邊的孔山冷水 據說是長壽水 一杯可以延寿十年 喝兩杯延寿十年 喝第三杯之後 到死前都可以擁抱青春 據說水周邊的 使者亡靈和魂魄也會 引用池水 接下來Amiiko帶我們 到了 山途之川旁邊的 朵依婆跟玄藝 喔 這個 燦爽 去看 泥禾 瀑玄護 cher 是 中野 中國由來的 那些 十九 與世 中野 古珈 這個 輕生 升 大 一些 木 乎我拒絑然 為�的矢苗 你 荒葉 聞話 科中 圓馬之寺 獄殻 human the 已經進行了 啊,明白了 這裡已經沒有避免了 這裡先是那個樓 普通的綺麗 這裡,很寂寞 朵依婆跟玄一用 是守在山圖川的守門人 那山圖川就是我們所說的奈何 那山圖川上面的 是一個太古橋 是一個紅色的橋 當亡靈來到山圖川還沒有渡河之前 朵依婆會把他的衣服 撥給在旁邊的玄一用 玄一用會把衣服掛在旁邊的 柳樹上 那看掛在樹上的重量 判定這個 王者生前的善惡 如果樹枝壓的過彎就表示 惡葉過重 牧場地的泳漁 牧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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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方的 由於自森 孔山的菩提寺是天台中的僧侶猿人 又号称持绝大师在862年创建的 他其实曾经到中国去修行过佛法 然后有一天到孔山这里来的时候 突然感应到了什么东西 就在这边刻了一尊地藏菩萨 后来这边就有了孔山的菩提寺 青森县的孔山跟京都的比瑞山 和歌山县的高野山 并称为日本的三大灵场 灵场这个词主要在日本使用 字面的意思就是指灵魂聚集的地方 通常在日本会是神社寺院或墓地 灵场不是令人恐惧的地方 相反的它是一个信仰的圣地 是日本许多的信徒跟修行者经常拜访与寻礼的地方 这里是赛之和园 是出生前或刚出生便死去的太和沃婴儿 在渡过山土之川前堆积石子的地方 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供养父母 堆积起来的小石子会多次被鬼怪破坏 但至今仍留有传说 即使如此失去的婴儿灵魂也会被菩萨所供养 孔山是一个海拔879公尺的火火山 最后一次喷发大概是一万多年前 那到目前还是可以观测得到火山活动 孔山的火口湖呢 叫雨真立湖是翡翠绿色的 但是其实雨真立湖的湖水是强酸性的 在水面上你还可以看到青尾的碳酸泡 是禁止进入或接近湖水的 那这边还是可以闻到比较强的硫磺味 孔山雨之后的比瑞山和歌山的高野山 并称为日本三大林草 孔山还被认为是与时候世界和地域有很大相关的地方 那因为孔山地形的关系 它这边你会看到很多很像地域的场所 比如说雪之石地域 这边其实是因为苔藓变色呈现红色的一个池子 那这里是供奉阴残酷劳动而死去女性的场所 还有无间地域 无间地域被称为是最严酷的地域 没错 而且以后还被造成的机身 后还被一个春期视频 还被冒出之后 被冒给一点 帘牟台的海上 已经发现了 帘牟台的海上 然被冒到傀物 因此之后 赘牟台的海上 黑白 看法 预防 海上 以充实 没有加工 遠的地方上有人看到 很棒 很棒 有些人看到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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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的芒草好漂亮 在經過多處地獄之後 我們會看到極樂冰 這是火口湖與真利湖的沙灘 它跟之前的孔山的地獄形成的強烈的反差 因此會被稱為極樂冰 然後再加上海洋的水 對位置就在建築空間 在建築空間的地獄 所以,再加一個水 然後再加上海洋放入水 然後再加上海洋 然後再加上海洋 牡蝕鱼 我有一些衣服 我有一些衣服 漂亮 空壁 爹 第四 위에 這裡有很多東西 這裡有很多東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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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